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等你們好久啦!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好了 等這個機會和兩位聊聊天 剛剛到過多聖誕節了吧 聖誕節如何過呢? 除了工作之外 還有沒有工作意外的 Ladies First 我們請純仁說 我反而沒有做事 我放假過了一個很漂亮的白色聖誕 我好像是第一次在 我還沒試過過日式聖誕節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很開心 這個經濟很難忘啊 Fran呢? 聖誕那天我都放假 我在家裡 很切合你的性格 因為昨天就頒獎禮 休息很久 在這裡? 聖誕快樂! 聖誕節大家都有不同的慶祝活動 接下來是新年 會不會有特別的計劃? 打算如何慶祝? 新年我就反而倒轉 我在家裡 你呢? 我就要工作 OK 大家都有自己的計劃 相信是今年新年 當然踏入新年2016年 很快就要來到 希望大家都深圳事成 樣樣都好 新年有什麼新的 新年段落 工作上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計劃? 都想在2016年裡面試一下 Ginnie 2016年? 因為我今天會第一次唱歌 看看2016年 給大家一點掌聲 很緊張 所以就看看2016年後來 有更多的機會唱 OK 阿Bren呢? 阿Bren說好 我希望2016年 都繼續做好音樂 知道下年就要踢 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耶 好耶 昨天過了Boxing Day 有沒有撐著什麼特別的禮物? 又或者你們今年 有沒有特別買了什麼禮物 送給身邊的朋友呢? 我就很保守的 都是禮牌頸巾 衣服 鞋子 我還在想 很保守的意思 是送什麼禮物? 保暖 保暖一點 是的保暖一點 OK 阿Bren呢?阿Bren 有沒有收到什麼特別的禮物? 或者你自己準備了的聖誕禮物 我準備了因為有時候會送禮給朋友 那我就買了很多聖誕禮物 因為你的朋友都很喜歡煮麵 是因為很吃 我買了一些韓國聖誕禮物 我覺得很有價值度 因為每個人也都需要 永遠都要留守 所以看在那裡 明白明白 很可愛 很少見兩個嘉賓 搭聖誕禮物的答案 我覺得一個是說三副鞋物 一個是說即食宴 這件事很厲害 今天我也有兩位聖誕禮物 是MCB新多城中心一期 想送給你們的 不如我們請同事先拿出來 好了 有兩份禮物在這裡 一個呢 厲害了 他們原來預租選了 我們可以拍張照片 看我們的攝影師和記者朋友 新禮物 沒有人會嫌多 來到我們商場裡 消費每一百元 還可以參加我們的聖誕幸運大抽獎 在抽獎當中 預備了多款的潮流禮品 獎品總值超過港幣 二萬多元 至於 另外我們商場裡面 消費盤指定金額 還有機會盤領 在兩位嘉賓手上的 蘇菲聖誕滅珠禮品